大家早 週休假期的到來 這今天的天氣跟昨天已經截然不同了 因為雲層的發展量來說增多了 降雨的狀況來說明顯了 所以有幾件事情就要提醒大家 我們就來看什麼 看看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狀況 禮拜六出門去 要注意的是雨區行車 注意安全 局部性的陣雨狀況來說 到了下午以後會比較明顯 接著星期天 星期一 有一點點偏西北風進來 使得我們的溫度狀況會略為下降 高溫二十九 感覺起來舒服了 可是雨的部分在週日到週一 還是蠻明顯的 到了週二 雨的部分開始逐漸的減少 因為低壓帶要逐漸的離開了 星期三 午後真雨的天氣 星期四 星期五 隨著北方的高壓帶進來的東北風 北部東半部地區 迎風面要飄雨了 中南部是午後真雨 這就是北方風面要下來 這個週休假期 今天明天出去玩 山區有濃霧 海邊的風浪明顯偏大 我們就來看一下 色調強化的雲圖了 南邊的雲帶發展 隨著北方的颱風 正在逐漸往北移動 而開始逐漸往北走 這裡面的低壓當中 有許多的系統會消 漲 會在這個區塊出現 那對於我們來說呢 雲系的接近之下 相對的不穩定的天氣 明顯 山區會有低雲影響 濃霧 海邊的風浪來說 明顯偏大 下雨之下 溪水的部分容易暴漲 所以這個週休假期 你出門去要注意囉 那如果是前往山區露營爬山活動 更要特別的小心 接著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可以注意到 十四號台已經進到了黃海的位置 逐漸往韓國走 今天就會變性成為溫帶氣泉 而南邊的低壓帶的水氣發展 將會往北移動 未來的走向來說 到了六 到了禮拜天 禮拜一以後呢 偏著西南風上來的水氣 會使得我們臺灣上空的水氣量多 而到了等於禮拜一的時候 整個水氣帶逐漸的 再往西的方向離去之後呢 禮拜二以後開始 我們的天氣就會開始逐漸的好轉 接著來看到今晚的地面天氣圖了 今晚可以看到 在大低壓帶影響之下 各地的天氣條件來說 非常的不穩定 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 這個週休假期 如果要戶外活動的朋友 就要特別的注意 還有雨具一定要準備 接著來看今天的溫度了 先注意到北部的高溫部分 變略降 轉戰陣雨的狀況出現 中部地區還是偏向於 中午以後的下雨 南部地區昨天就有雨 今天的雨的部分 從早到晚都有機會 東半部地區的花蓮以南 容易有下雨 歪倒地區的馬祖的天氣不穩定 而在金門多雲 澎湖有短暫雨 風浪 澎湖會偏大 小叮嚀 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在於雨區行車的朋友 提醒你特別注意安全 還有近海風浪大 海邊 細水活動 海上的釣魚活動 都要特別小心